这是火烧日本鬼子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澳大利亚士兵拿着火焰喷射机 将小日本烧的惨叫连连 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块黑炭 而其他的日本战俘也难逃一死 那么为何澳大利亚如此痛恨小日本 沦为战俘的日本士兵究竟有多惨呢 时间回到太平洋战役爆发间 当时的日本在中国战场没有占到便宜 而北京策略也因为苏联的顽强抵抗 受到冲击 日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并且最终定下了南进的策略 而澳大利亚与日本相距甚远 二战的战火也没有蔓延到澳大利亚本土 直到太平洋战役的爆发 将澳大利亚也牵连了起来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打击 随即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 太平洋战役一步几发 而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 就命军队向东南亚地区推进 短短几天马来西亚 菲律宾 缅甸等国家 就陷入了胶着的战事当中 当时东南亚国家都被英国所殖民 所以英国压力巨大 日军凭借着高亢的事迹 翠库拉朽般的侵蚀东南亚土地 就连麦克阿瑟统领的美非联盟都无力抵抗 在马尼拉失线之后 为了避免麦克阿瑟沦为战俘 他就被美国政府派往澳大利亚 并且组成美澳盟军 主导西南太平洋战士 可以说这场战争下来让麦克阿瑟都有些恼火 在未来势必让日军付出待见 但是日军来势汹汹 一路打破马来西亚将战火烧到了新加坡 因为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国家 所以在新加坡中的也有澳大利亚的援军 为了防止日军再次向南扩张 英军组成了13万左右的兵力 而日军进攻新加坡的兵力仅有3万多 本以为这场战争没有任何权利 但没想到因为英国在欧洲战场疲软 让东南亚地区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影响 再加上当时英军装备比较差 最终战士仅仅失去了7天 就以新加坡陷落 英军投降告终 而英军十余万的士兵就被日军俘获 其中就包含着1万5千名左右的澳大利亚士兵 日军在那里不仅大肆掠夺石油资源 还利用战场上俘获的战俘为他们买力 日军早已将国际公约抛制脑后 不仅不善待投降的战俘 还经常不给他们反制 各个澳大利亚士兵更是恶的皮包骨 尽管这样他们还要干苦利活 如果不听话就会受到日军的欺辱 就连伤病的士兵都难逃恶硬 在那段时间 澳大利亚将近1万5的战俘 有超过8000人都死在了日军的残忍手段中 剩下的人当然也没有好日子过 从那拾起一颗复仇的种子 就在澳大利亚军民心中埋下 正因如此 澳大利亚全民踊跃报名参军 甚至连澳大利亚很多女护士也上了战场 一次澳大利亚医疗船在海上正常形势 却突然遭到了日军的突然袭击 许多人都因此丧生 只有船上的52名女护士被日军复获 这些女人是何种遭遇不用多说 她们被带到了日军建立的收容死 直到战争结束后 使人才得知这52名护士早已遇难 而日军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这种罪行 不过事实胜于寻病 曾经有一位澳大利亚女护士就侥幸脱险 在被美军救下后 向世界曝光了日军的罪行 这让无数澳大利亚人群情击奔 不仅如此 日军为了切断美国援助澳大利亚的药党 在1942年时日军开始轰炸澳大利亚的阿尔文港 并且日军用了一套老方法 在轰炸前切断无线电 让澳大利亚的雷达没有任何手机 当200多架轰炸机出现在达尔文港上空时 底面上到处充满着绝望和哀号 几轮轰炸下来 达尔文港几乎被一位平地 从此刻开始 澳大利亚开始全国范围内征兵 而国民轻壮年更是踊跃保 有统计显示 当时澳大利亚总共只有700多万人 而参加战争的人就达到了300万 其中轻壮年参军数量更是达到了80% 日军残忍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也深信要想战胜日军 只有比他们更残忍才可以 正是因为澳大利亚全民皆兵的对立态度 才奠定了在未来战场上能取得胜利的基础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大量征兵 但是依然没有抵挡住日军进攻的部网 1943年日军开始进攻新吉尼亚大 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要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 从而达到攻占澳大利亚的目标 但也就是在这里日军开始受挫 当时日军派出1.3万日军从北海岸登陆 并且沿小路准备进攻莫尔斯比港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里已经折服了众多澳大利亚士兵 横面就打了日军个措手不及 澳军士兵士气高昂 将心中积攒已久的愤怒发泄了出来 他们没有给日军留任何的情面 将日军打赛 连日军的伤员也只有死路一条 而日军一心只想速战速决 前前后后往新吉尼亚岛派出了20万的定力 与美澳联军在战场上陷入了胶准 最开始日军还能够站到一点点 但是很快日军的兵风就被摸平 战况也逐渐被美澳挪转 作为澳大利亚的主场 澳军依赖着本土的地形 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并且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也让澳军越打越起点 而日本的战线拉得实在太长 后勤逐渐吃力 再加上在其他战场上日军守走 让在新吉内亚战场的日军差点成为了孤军 为了消灭这一伙日军 美军上将麦克阿瑟采用了挖跳战术 最终成功将日军的补给全部切断 自此新吉内亚的日军孤立无援 再也没有了之前嚣张跋扈的企业 美澳联军凭借着优良的武器装备 让日军也尝到了炮弹轰炸的滋味 为了躲避美澳的炮火 日本士兵不得不开挖防空洞进行躲避 但是在美澳联军看来 日本此番行为无异于自觉和睦 因为新吉内亚岛独特的气候 防空洞不仅温又无光 还时常有蚊虫鼠蚁的侵扰 环境之恶劣让许多日本士兵都得了瘟疫 再加上后勤补给被切断 蹲在防空洞的士兵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 而为了逼出在防空洞中的小日本 澳军可谓是使出了浑身卸住 而一些撑不住的日本士兵一旦走出洞外 等待他的就是美澳联军的火焰吞射器 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法则 不管是澳大利亚人还是麦克阿萨 他们都知道日军的品性 他们自然不会给日军留下任何活路 可以说这场战争让美澳狠狠的出了一口恶计 在新吉内亚战争中 日军原本的20多万兵力 最终只有一万士兵存活被捕 而这些战俘所面对的自然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怒火 澳大利亚士兵们用了当初日军对待他们一样的方法 用这些俘虏去为他们修路干一些体力活 另外一些俘虏还被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 甚至还故意将日本俘虏的手臂开下 然后把他们丢进事先挖好的墩中 最后倒进金汤 很多日本俘虏都因为伤口感染死亡 因为太不忍的 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还特意下令 趁放过一个俘虏就可以换取两周的休假 但是士兵们还是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们会用所有能想到的东西折磨日本俘虏 最后的结局更是一个战俘都没有存活下来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 许多国家都停止了战争 但只有澳大利亚坚决拒绝日本投降 只等着日军举白旗从阵地中走路 再次进入澳大利亚战俘营中接受审判 而这些日本人的下场也极为凄惨 但是这都是日军无底线作恶的暴怒 尽管这样澳大利亚还是没有血分 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又特意修建二战纪念馆 里面留有许多日本在战场上的罪证 而在大门口还有一面投影下来的日本国旗 直到现在每一个人进入馆内都要踩着日本的国旗 不过这都是这些日本人就有自取 不过这些人在战场上的罪证